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 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五间大会 转播自盐湖城 光圣殿广场会议中心 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品人员 和教会的总会职员 本场大会的音乐由 圣殿广场的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本转播是由 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 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 或做其他用途 总会会讲团第一资礼 达林乌克斯会长 将主持本场大会 弟兄姐妹们 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最后一场大会 本场大会由罗素纳逊会长主领 他指派我主持 我们要问候在现场出席这些大会的人 以及透过广播、电视、网络或卫星转播 参与大会的所有教会成员和朋友们 本场大会的音乐 由聖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莫菲 官风琴师请安德烈恩斯华 唱诗班将现场开会圣诗赞美诗 之后由七十元盖瑞莎兵长老 做开会祈祷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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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感谢天父您让我们在这里有启发 令人启发的音乐和信息 能够在这充满历史性以及充满歧视的总会大会中感受到 请求您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思想 接受您为我们准备的信息 去为我们所获得的启示而行动 并且充满对您爱子耶稣基督的爱 您帮助所有在会场以及全世界所有的人 当他们有沉重负担困惑的时候 请求您给予他们希望以及福音的真理 能够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所寻求的答案 我们深层地感谢天父您赐予我们您的爱子 以及您给予我们这个计划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 能够被限制限界的歧视者所带领 也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限制 教导我们许多美好的事 展现出回到您天价的道路 我们以您爱子耶稣基督神圣之名 说阿们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我信赖基督 接着我们很高兴能聆听 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礼 亨利·爱宁会长演讲 在他之后 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二支礼 布莱尔·爱希顿弟兄会为我们演讲 接着七十元会长团的 罗伯特·盖伊长老会为我们演讲 之后是七十元马泰·卡本特长老演讲 I believe in Christ He is my King With all my heart to Him I'll sing I'll raise my voice in praise and joy In prayer donends my tongue employ I believe in Christ He is the Son On earth to dwell His soul did come He healed the sick the dead He raised I believe in Christ my Lord my God I believe in Christ my Lord my God I believe in Christ my Lord my God I worship him with all my might He is the source Of truth and light I believe in Christ He ransoms me From Satan's grass He sets me free And I shall live in joy and love In His eternal courts above I believe in Christ He stands so free I believe in Christ He stands so fre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感谢能有机会对你们演讲 我深受本次大会的鼓舞和启发 会中所唱的音乐和所说的话 都已借由圣灵传到了我的心中 我祈求我所说的话会透过同一位圣灵传达给你们 多年以前 我在美国东部担任一位区会会长的第一资历 他不止一次在我们开车前往各个小分会的途中对我说 亨利 每当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都要当作他们正遇到极大的困难 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半的时候你都是对的 他说得对 不但如此 这几年下来 我发现他所沽的时间可能还太少了 今天我希望能在你所面对的困境中鼓励你 我们的城市生命是由一位慈爱的神所设计 是我们每个人的考验和成长的来源 不要忘了神在创造世界之际所说的 有关他儿女的话 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 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 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 自太初以来 试验就不曾容易过 我们面对因获得骨肉身体而来的考验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 撒旦对真理和对我们个人幸福的战争 越演越烈 在你看来 这个世界和你的生活 可能正变得越来越混乱 我向各位保证 容许你受到这些试验的那位慈爱之神 也设计了一个能通过试验的可靠方法 天父深爱世人 甚至派遣他的独生子来帮助我们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了我们而舍命 耶稣基督在克西玛尼园和十字架上 承受了我们所有罪的重担 他经历了所有的忧伤 痛苦和我们罪的影响 使他能在我们通过生命中的每一个试验时 安慰并且强化我们 你记得主曾对他的仆人说 父与我原为一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只要你们接受我 你们就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因此 我在你们中间 我是好牧人 是以色列的磐石 凡建立在这磐石上的 永不倒他 我们的先知 罗素纳尔训会长 也曾给予同样的保证 此外 他说明了一项 我们能建立在那磐石上 并将主的名 放在我们心中 以指引我们通过考验的方法 他说 你们有时常感到气馁的 请注意 人生并不容易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 必须忍受考验和忧伤 如果你想起 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要晓得祂是你的父 你是依照祂的形象所造的 一位儿子或女儿 你有资格靠着自己的配衬 去接受祂的启示 来帮助你做一切正义的事情 你可以承受主的圣名 你可以有资格 奉神的名 说话 纳尔逊会长的话 提醒了我们 圣参祈祷文中的应许 一向天父在我们做到 我们向他所承诺的事情时 会履行给我们的应许 听听这些话 神啊 永恒的父 我们奉您子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您为所有领受 此柄之人的灵魂 祝福并圣化此柄 让他们使用 以记得您子的身体 并向您 神啊 永恒的父 证明他们愿意承受您子的名 一直记得祂 并遵守祂赐给他们的诫命 使他们能一直有祂的灵 与他们同在 阿们 每当我们在带别人代替我们 说出这些祈祷文后 说阿们 我们就是在承诺 透过领受面包 我们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圣名 一直记得祂 并遵守祂的诫命 相对的 我们获得应许 能一直有祂的灵 与我们同在 由于这些承诺和应许 救主便是那块 我们可以在所面对的 每一场暴风雨中 安全且不惧怕地 站在其上的磐石 在我沉思这项圣月中的字句 和相对应的应许祝福时 我思考着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 所代表的意义 达林乌克斯会长解释道 要注意 领受圣餐并不代表我们承受了耶稣基督的名 而是证明我们愿意这么做 我们只是证明了我们愿意 这件事意味着 我们还必须做点其他的事情 才能在最重要的意义上 确实地承受祂的圣名 我们愿意承受祂的名 这句话说明了 虽然我们在受洗时 第一次承受祂的名 但承受祂的名这件事 在洗礼时并未完成 我们必须终生不断地努力 才能承受祂的名 这包括在圣餐桌前更新圣约 以及在主的神圣殿中定立圣约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这形成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我必须做些什么 才能承受祂的名 还有 我要如何知道自己正在进步 纳尔训会长的一席话 提供了一个很有帮助的答案 他说 我们可以承受救主的名 并为祂发声 当我们为祂发声时 就是在为祂服务 人怎么会认得他没有侍奉过 陌生的远离他心中想法和意念的主人呢 为祂说话 需要信心的祈祷 我们需要透过热烈的祈祷 以知道我们能说什么来帮助救主推动祂的事工 我们必须配衬 使这项应许得以实现 也就是 无论是借着我自己的声音 或者是我仆人们的声音 都是一样 然而 要承受救主的名 不仅仅是为祂发声而已 要配衬成为祂的仆人 我们必须在心中拥有一些感觉 先知摩尔蒙描述了这些 使我们配衬 并能承受救主的名的感觉 这些感觉包含 信心 希望 和仁爱 也就是基督纯正的爱 摩尔蒙解释道 他解释对着 就像你们一样的人们说 但是看啊 我心爱的弟兄们 我断定你们的情形会较好 由于你们的温顺 我断定你们对基督有信心 因为如果你们对祂没有信心 就不配算在祂教会的人中 我心爱的弟兄们 我要再次谈谈希望 除非你们有希望 否则你们怎么得到信心呢 你们应当希望什么呢 看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应当希望靠着借着基督赎罪和祂复活的大能而复活 而得到永生 根据那应许 这希望要因你们对祂的信心而实现 所以 人若有信心就必定有希望 因为没有信心就不会有任何希望 看啊 我要再次告诉你们 人除非心里温顺谦卑 否则不可能有信心和希望 若不这样 他的信心和希望都是枉然 因为除了心里温顺谦卑的人外 没有人能在神前蒙接纳 人若心里温顺谦卑 并借着圣灵的力量承认耶稣是基督 就必定有人爱 因为他若没有人爱 就不算得什么 所以他必定需要有人爱 在描述完人爱后 摩尔门接着说 然而 人爱是基督纯正的爱 这种爱永远持守 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人爱的 他的景况一定很好 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 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 好使你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的这种爱 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 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 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 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 使我们被洁净的像他一样洁净 阿们 我见证救主已将他的名 放进你们的心中 你们许多人对他越来越有信心 你们感受到更大的希望 并且更加的乐观 你们感受到基督对别人 和对你们自己的那份纯正的爱 我看到世界各地传教的传教士 就是这个样子 成员也会向朋友和家人讲述 有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事情 男人、女人、年轻人甚至孩童 都出于对救主和灵人的爱而去施主 世界各地传出灾害的第一时间 成员不经要求便定出各项计划前往救援 有的时候甚至是远赴重阳 他们有时候在灾区还没开放让他们进入之前 就等不及了要前往 我了解今天在场聆听的人当中 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的信心和希望正被困境所削弱 可能因此渴望感受到爱 弟兄姐妹们 主在你们身边给予了各项机会 去感受和分享祂的爱 你可以怀着信心 祈求神引领你去代替祂爱一个人 祂会回答像你这样温顺的志愿者的祈祷 你会感受到神对你和你为祂服务的人的爱 当你在神的儿女的困境中帮助他们时 你自己的困境可能也会变得更容易 你的信心和希望会被增强 而我是这项真理的见证人 我的妻子一生都在为主发声 代替祂为人服务 我曾说过 我们的一位主教曾经对我说 我很惊讶 每当我听见智慧里有人面临困境时 我便会敢去帮助他 但每次当我抵达现场时 你的妻子似乎总是早就在那里了 在过去五十六年中 我们生活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 如今我的妻子一天只说得出几个字 那些他曾代替主去爱过的人会来拜访他 每个夜晚和早晨我们一起唱诗歌和祈祷 祈祷必须由我来做 有的时候我能看见他跟着默念诗歌的歌词 他比较喜欢儿童的歌曲 我愿效法耶稣基督 这首歌总结了他最喜爱的情操 几天前 在唱完副歌歌词 像 耶稣爱你般彼此相爱 你的言行要充满关怀后 他小声地说 尝试尝试再尝试 我想当他见到救主时 他会发现 救主早已将他的名放进他的心中 而他已变得像救主一样了 救主正带着他度过他的困境 而他也会带你度过你的困境 我向你见证 救主认识你并且爱你 他知道你的名字 就像你知道他的名字一样 他知道你的困境 他经过了那些事情 藉由赎罪 他战胜了世界 愿意承受他的名 你将担起无数人的重担 最后 你会发现 你更加认识救主 也更爱他 他的名 会存在你的心中 也烙印在你的记忆之中 我如此见证 感谢他对我们的爱 对我家人的爱 对你们的慈爱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的太太梅琳达 穷尽一生都在努力成为 耶稣基督忠信的门徒 不过 她在青少年的时候 却因误解天父的本质 而觉得自己不配得到 她的爱和祝福 属心梅琳达 尽管感到悲伤 还是继续遵守诫命 几年前 她经历了一连串的事 进而帮助了她了解 神的本质 其中包括对神 她儿女的爱 以及她对于我们这些不完美 能努力做事 做她事工的人的感谢 她解释这样的领悟 如何影响她 我现在很确定 天父的计划真的有用 为了让我们成功 她亲自投注心力 提供我们回到她身边 必须学习的课程与经验 我更能以神看待我们的方式 去看自己和别人 也变得有更多的爱去教导 教导服务 不再战战兢兢 戒胜恐惧 我感到平安和自信 而不是焦虑而不安 我感到支持 而不是指指点点 我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我更爱感觉到我天父的爱 对天父的属性完全与特质 有正确的见解很重要 如此才能运用足够的信心 获得超生 对于天父的属性 有正确的了解 能改变我们看待自己 和别人的方式 帮助我们了解神 深爱他的儿女 非常渴望 帮助我们变得像他一样 对他本质若无正确的看法 会让我们觉得自己 永远无法回到他身边 我今天的目的是 教导有关负关键教义 让我们每一个人 特别是那些很想知道 神是否爱他们的人 更加了解 他真正的属性 并对他 他的儿子 对他 给予我们的计划 运用更大的信心 在前生的世界 我们是天上 父母的灵体儿女 与他们像家人一样 住在一起 他们认识我们 教导我们 爱护我们 我们非常想要变得像 我们的天父一样 不过 发现要变成那样 我们必须获得荣耀不朽的身体 二 借着圣灵的印证能力 结婚 组织家庭 三 获得所有的知识 能力 和神圣特质 因此 父拟定了一个计划 让我们在特定的条件下 可以获得骨肉身体 而且身体会在复活时 成为荣耀和不朽 我们会在今生 结婚 组织家庭 今生没机会 这么做的中性诊 这 来生会有 我们会朝着成为 完全的目标 一直进步 最后回到我们 天上父母的身边 在超生与永恒幸福的状态下 与他们和我们的家庭同住 经文称这计划为救恩计划 我们非常感谢 有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提出时 我们都很高兴地欢呼 我们每个人都接受 这个计划的条件 其中包括接受今生 会帮助我们培养 神圣特质的种种经历和挑战 在这个世上 天父会提供我们 在他计划内进步所需的条件 天父生下肉身的耶稣基督 给他帮助 让他完成他成事使命 同样的 只要我们努力遵守他的诫命 天父也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天父赐给我们选择权 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 我们的日子是知道的 且不会少 他保证万事最后都会让爱他的人得益处 天父赐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粮食 包括我们所吃的食物 以及遵守诫命所需的力量 扶持下美好的恩赐 他垂听并回答我们的祈祷 我们若愿意 天父会救我们脱离邪恶 我们若受苦的时候 他为我们哭泣 总之 我们所有一切的祝福 皆来自于天父 天父会根据我们的优缺点 和选择来引导我们 给我们经验 让我们可以结出好的果子 由于天父爱我们 必要时 他会管教我们 他是忠告之人 我们若求问 他会规劝我们 天父将圣灵的影响力 和恩赐送进我们的生活中 透过圣灵的恩赐 父的荣耀或智能 光和大能可以与我们同住 只要我们努力在光和真理中进步 直到我们的眼睛 专注在神的荣耀上 天父就会派遣神圣的应许之灵 将我们印证到永生 并亲自向我们显现 无论今生或者是来生 在死后灵的世界里 天父会继续 浇灌圣灵 以派遣传教师 给渴望福音的人 他会答复祈祷 帮助渴望福音的人 接受替代的拯救教义 父高举耶稣基督 赐给他能力促成复活 借此我们也都能获得不朽的身体 救主的救赎与复活 将我们带回父的面前 而耶稣会在那里审判我们 依靠神圣弥赛亚功劳 恩典和慈悲的人 将会获得像父一样荣耀的身体 并在无尽幸福的状态中与他同住 父必会在那里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帮助我们变得像他的旅程中继续下去 曾如各位所见 天父一直都在一旁陪伴我们 要变得像天父一样 我们必须培养和他一样的神性特质 天父的完全特质包括于 父无限于永恒 他完全公正 仁慈 和善 恒久忍耐 只想要那些对我们最好的事 天父就是爱 他遵守他的圣约 他永恒不变 他绝不说缓 父不偏待人 他从一开始就通晓万事 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 天父的智能高于我们所有人 父是全能的 能做到他想做的一切事 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以信赖并倚靠天父 因为他有永恒的观点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事情 他的快乐 事功 荣耀就是促成我们的不死和超生 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他比我们自己更希望我们能得到幸福 永恒的幸福 除非必要我们或我们所爱之人的益处 他不会要我们去经历额外的困难 因此 他完全专注在帮助我们进步 而不是审判我们定我们的罪 身为神的灵体儿女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潜能变得像父一样 要做到这点 我们必须奉子的名崇拜父 努力像救主一样服从父的旨意 并且继续不断悔改 我们做这些事就会获得恩典加恩典 直到我们获得父的完全 被赋予他的属性 完全和特质 思考作为凡人与天父完全状态的差异 自然有些觉得变得像天父一样 是遥不可及的 不过 经文像我们这样说 如果我们固守着对基督的信心悔改 并借由服从来寻求神的恩典 我们最后必变得像天父一样 凡努力服从人 必获得恩典加恩典 并在最后获得他的完全 直到这件事带给我极大的安慰 换句话说 我们不会靠自己变得像天父一样 而是借着恩典的恩赐 有些是大恩典 但绝大部分是小恩典 那日一定会来 我邀请各位要信赖天父 他知道如何让你超生 每天寻求他的支持与帮助 即使在感受不到他的爱的时候 也要对基督有信心 努力前进 关于变得像天父一样 还有很多事情我们所不了解的 但是我可以肯定向你做这 为了变像天父一样 每一项牺牲都值得 我们在今生所做的牺牲 无论多大 根本无法与我们现在 来到神前感受的 无尽喜乐 幸福 相提并论 倘若此时你正在挣扎 是否要相信你被要求付出的牺牲 救主对你说 你们还不了解父 为你们准备了那么多 那么大的祭 幸福 而且你们现在还不能担当一切 但是放心 因为我并一路带领你们 我见证天父活着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最近我在陈思纳尔逊会长的呼吁 也就是以神的启示的名称 称呼教会的要求时 我翻到经文中 救主针对教会名称 给予尼菲人的启示 在阅读救主的话语时 我读到他告诉人们 当承受基督的名 这让我感触两多 我因此问自己 我是不是按照救主的期望 承受着他的名呢 今天我想要谈一谈 我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时 得到的一些想法 首先 承受基督的名 就是忠心 智力地以神的眼光看人 神怎么看人呢 约瑟斯斯密说 虽然世上有些人 毫不留情地论断和谴责别人 这位宇宙的伟大父亲 却用词布般的关怀 来劝顾整个人类家庭 因为他的爱 深不可测 我的姐姐 在几年前去世 她的一生充满挑战 她对福音有疑问 从来没有真正在教会中活跃过 她的丈夫放弃婚姻 留下四个年儿的子女 让她抚养 她过着的那个晚上 我在一个房间 给她祝福 让她平安回天家 她的子女那时也在场 我在那一刻了解到 我过去以往 对姐姐的考验和不活跃 作为断定她人生的方式是不公平的 那天晚上 我将双手放在她头上 受到灵 严厉斥责 我清楚意识到她的良善 神也迎讯我 看到她是如何看待她的 她不是个怀疑福音生活艰固的人 只是她必须面对我不须面对的难题 我看到一位优秀的母亲 即使遭逢重重阻碍 还是抚养出四名美好杰出的子女 我看到她在父亲去世后 成为我母亲的朋友 花时间照顾她 陪伴她 在和姐姐相处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相信神问了我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 你身边的每个人都是神圣的个体吗 白黑洋教导 我想要力劝圣徒 要以对方的角度去认识他们 而不是以你自己的角度去认识他们 经常有人说 某某人做错了 他一定不是圣徒 我们听到有些人说粗话 说谎 或是不守安息日 不要论断这种人 因为你并不知道主对他们的计划 反而对他们要耐心 有人可以想象救主对你和你的重担 视而不见吗 救主对撒玛利亚人 行营的人 睡始 长大麻风的 有精神病的 以及罪人 一视同仁 全人类都是他父亲的儿女 所有人都可被救赎 你可以想象他不顾忧愁之人 和正在克服同性吸引力的人 或未吸引的罪所困的人 这样子吗 我无法想象 在基督的眼中 每个灵魂都有无上的架势 没有人注定要失败 全人类都可能获得永生 在姐姐床边 灵的斥责让我学到宝贵的一刻 我们若以他的眼光看人 就能两全其美 也就是不但能让我们处击到人 注意到的人得到救赎 也让自己得到救赎 第二 我们若要承受基督的名 不只是要以神的眼光看人 还必须从事他的事工 以他的方式服务 我们要舍弃世界 顺服神的旨意 聚集以色列 让我们的光照在人前 我们要接受并遵行 他复兴教会中的教义和圣约 当我们这么做 神便会赐我们能力 来造福我们家人 以及其他人的生活 问自己 我们有认识哪个人 在生活中 不需要来自天上的能力吗 当我们圣化自己 神便会在我们当中行其事 我们也借着 竭尽自己的心来圣化自己 我们若听他说 悔改我们的罪 归信于他 并像他那样爱人 就能竭尽自己的心 救主问我们 你们若爱 当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我最近读到 雅各桃美之长老的一个生平故事 让我不禁停下来 思考自己如何爱铸造的人 并为他们服务的 1892年 白猴疫情爆发时 唐美之长老 还是一位年轻教授 尚未成为使徒 他发现住家附近 有一户他不认识的家庭 他们不是教会成员 而且感染了白猴 没有人想要冒着生命危险 进入那户受感染的家 但唐美之长老 立刻去了 他发现 那家人有四个小孩 两岁半的小孩 已经死在地上了 五岁和十岁的小孩 痛苦不堪 十三岁的孩子 则十分虚弱 而那对父母 既悲伤又疲惫 他美之长老 照顾了死者和活人 扫地 将脏衣服拿出去 然后把满部细菌的脏衣 烧掉了 他忙了整天 第二天早上 再一次回去 结果 十岁的小孩 在那天晚上去世了 他抱起五岁的小女孩 然后他咳出了带血的痰 喷在他整个脸上和衣服上 他写道 我不能不抱他 于是他便抱着这个女孩 直到他在他怀中死去 三个孩子都由他协助买葬 他还为这个悲痛的家庭 安排了食物和干净的衣服 他每次弟兄回答之后 就把身上的衣服扔了 然后在新荣义中泡澡 让自己和家人隔离 之后他也离坏了青渡白猴 我们周遭有许多人 身处危机的生命 圣徒若要承受救主的名 就要成为圣洁 施助每一个人 不论他们在哪里 处于什么情况 我们若这么做 就能拯救生命 最后我相信 如果要承受他的名 就必须信任他 我在一个星期日参加聚会时 一位女青年问了 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和男朋友最近分手了 然后她选择离开教会 她告诉我 她从来没有这么开心 这怎么可能呢 救主对女非人说话 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生命 不是建立在我的福音上 而是建立在人的事工上 或魔鬼的事工上 我是在告诉你们 你们在你们的事工中 纵有一时快乐 但不久死期来到 在基督的福音之外 找不到长久的喜悦 在那次聚会中 我想到了很多 我认识的好人苦苦挣扎者 他们承担着很重的担子 又面对着他们 对他们而言很难遵守的诫命 我问自己 还有什么事情 是救主会对他们说的 我相信他会问 你信任我吗 他对换血漏的妇女说 你们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去吧 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 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 其中记载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我为什么喜欢这些经文呢 因为耶稣其实不一定要前往撒玛利亚 在他那个时代 的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 所以会绕路不经过撒玛利亚 但是耶稣却选择前往那地 所有的人 在所有人面前宣告他 他是应许中的弥赛亚 他不仅选择 对那受牌式的族群 宣告此信息 而是像一位妇人宣告 还不只是任意为妇人 而是一位犯罪的妇人 在当时是被认为 最低下最糟糕的那一类 我相信耶稣这样做 是为了让每个人能知道 他的爱胜过我们的恐惧 吸引 疑惑 诱惑 罪恶 破碎的家庭 忧郁和焦虑 流离失所 同性吸引 慢性疾病 贫困 受虐 以及我们的寂寞 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 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 和一不好的人 所有人都能借由他的拯救 获得长久的喜悦 他的恩典是充分的 只有他降至万物之下 他的赎罪大能 就是能克服我们生活中 所有的重担力量 他告诉井边夫人信息 就是他了解我们生活的状况 不论我们是谁 都可以一直有他同行 对他和那夫人 他对我们每个人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却要有泉源 只涌到永生 在生活的旅途各处 为什么你会想要远离 拥有全部能力 能医治 能拯救你的唯一救主呢 不论需要偿付什么样的代价 来信任他 都是值得的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选择增进 对天父和救主 和耶稣基督的信心吧 从我灵魂的深处 我向你见证 耶稣基督 后期圣徒教会 是救主的教会 是由真正的先知 和活神基督的指导 而带领的 我祈愿大家都能 忠心地承受基督的名 用他的眼光看人 以他的方式服务 并相信他的恩典 是充足 能带我们回家 得到长久的喜悦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的小儿子 在传教进行了几个月之后 他在和他的传教同伴 研读经文时 突然感觉头部一阵疼痛 他感觉非常奇怪 洗出他的左臂 失去了控制 接着舌头也麻了 他的左脸开始下垂 无法说话 他知道不太对劲 他并不知道 自己脑部有三个区域 发生了大面积的中风 当他的身体部分 瘫痪了的时候 他开始害怕了 对于中风的人 他能否尽快得到救治 对于之后的康复 有着自为关键的影响 他中性的传教同伴 采取了果断措施 他拨打了911电话之后 给了他一个祝福 奇迹班底 救护车在五分钟之后 就到了 我们的儿子 被紧急送到医院 医护人员迅速评估了 他的状况 决定要给他 服用一种药物 这种药物 可能会随着时间 逆转他中风瘫痪的 后遗症 然而 如果我们的儿子 当时没有中风 这种药物 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像是脑部出血 我们的儿子需要抉择 他选择接受药物 我们的儿子 接受了进一步的手术 几个月后 他完全康复了 当他中风的后遗症 逐渐逆转之后 他最终回到传教地区 完成了传道的召唤 我们的天父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他知道我们身体的痛苦 他了解我们的身体 因为年纪 疾病 意外 或天生失常 而遭受痛苦 他了解 我们在情感上 因为焦虑 孤单 消沉 或精神疾病 而经历的挣扎 他知道 每一个人 所遭受不公或虐待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也知道我们所对抗 吸引和诱惑 我们在今生受到考验 要证明我们是否会选择善 而不是选择恶 那些遵守他 见命人 将在无穷尽的幸福状态中 与他同住 天父为了帮助我们持续进步 变得像他一样 以将他全部的能力和知识 都赐给了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没有任何身体情感 或灵性的疾病 是基督无法治愈的 经文记载了 救主在城市传道期间 所行的许多奇迹 耶稣基督运用 他神圣的医治大能 治愈了那些 为疾病所苦的人 约翰福音记载 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许久 就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 那个病人回答说 没有人在他 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他 耶稣对他说 起来 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请注意一个对比 相较于这个人 病了很久 三十八年 在救主摄入后 他有多快的痊愈 他立刻痊愈 在另一个例子中 一位患血漏 十二年之久的妇人 在医生手里 发尽了她一切养生的 来到她背后 摸她的衣裳穗子 血漏立刻就止住了 耶稣说 总有人摸我 因我觉得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去 那女人 知道不能隐藏 就把怎样 立刻得好了 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基督在传道期间 曾教导 祂有治愈身体的能力 我们无法掌控基督 何时会治愈 我们身体的疾病 痊愈是根据 祂的旨意和智慧 而来到 在经文中 有些人遭遇病痛 长达几十年 有些人则是一生 今生的疾病 可以磨练我们 让我们更加仰赖神 然而 若是我们允许基督 摄入 祂一定会在灵性上 加强我们 使我们更有能力 来承受负荷 我们最终都知道 所有身体上的疾病 或是缺陷 都将在复活时 被治愈 这是借着基督的赎罪 赐给全人类的礼物 耶稣基督 不只可以 医治我们身体 祂也能 医治我们的灵魂 纵观经文 我们了解到 基督如何 帮助软弱的人 病死他们痊愈 当我们 沉失这些经验时 我们对救主 有能力来祝福 我们的生活的 希望和信心 会加强 耶稣基督 可以改变我们的心 将我们从 遭遇不公 或虐待的后果中 治愈 加强我们承受 损失和心痛的能力 带给我们平安 且帮助我们 在生活中的考验中 持守到底 并在情感上 治愈我们 基督也能在 我们犯了罪时 医治我们 当我们明知 故犯 违背了神的律法时 就是犯了罪 当我们犯了罪 灵魂就不再洁净 没有不洁净的东西 能住在神面前 罪的洁净 就是在灵性上获得医治 父神知道我们会犯罪 然而 祂已为我们 预备了救赎方法 灵魂罗宾 长老教导 悔改不是神 为了我们 可能会失败而设的 备用计划 祂知道我们 必定会犯错 因此 悔改正是祂的计划 我们犯了最后 会有机会 选择善与恶 如果我们在犯罪之后 选择悔改 就是选择善 如果我们悔改 借着耶稣基督和祂的赎罪 牺牲 就可以从罪中 得到救赎 被带回到父神面前 灵魂医治 不是单方面的 祂需要救主的救赎大能 和犯罪之人 真诚的悔改 那些选择不悔改的人 将与基督的 医治大能无缘 对他们而言 就像没有被救赎一样 我与寻求悔改的人 资商时 惊讶地发现 活在最终的人 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 圣灵会离开他们 对他们而言 要做出使自己 更加接近神的决定 通常会相当地困难 他们可能会 今年累月地挣扎 为他们所犯的罪的后果 感到尴尬或恐惧 他们常常会觉得 自己永远无法改变 也无法得到原谅 我常常听到 他们说起自己的恐惧 一旦他们振爱的人 知道他们所犯的罪 就不再爱他们 或是将要离开他们了 如果他们一直 抱持这种想法 就会选择保持沉默 延迟悔改 他们误以为 现在不悔改总好过 进一步伤害 他们所爱的人 在他们的心中 与其说 现在就经历悔改过程 不如死后再去受苦 各位弟兄姐妹 延迟悔改 绝对不会是一个好主意 敌对者常常用恐惧来阻止我们 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立刻采取行动 当所爱的人 知晓犯罪行为的真相时 他们可能会感受受伤 但他们也常常要想帮助 那些真诚悔改的人去改变 与神和好 事实上 如果犯罪之人承认罪 并有爱他们的人陪伴在身边 去帮助他们弃绝罪 那就会加快灵性的权益 请记住 耶稣基督大有能力 因为他也可以自于那些 转向他的无辜受害者 陪道班会长说道 每次犯错或犯罪时 我们的灵都会受伤 但不同于必死身体的情况是 悔改过程完成后 由于基督的赎罪 灵体并不会留下疤痕 主曾说 看啊 凡悔改自己的罪的 就被宽恕 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 如果我们全心全意悔改 那伟大的救赎计划 并立刻在我们的生活中生效 救主会医治我们 当我们的儿子在传教祭区 发生中风时 他的传教同伴和医护人员 迅速采取了行动 我们的儿子选择 接受逆转中风的药物 他中风瘫痪的后遗症 本有可能使他在余生 都一直瘫痪 然而他的病情得以逆转 同样的 我们越是尽快悔改 并将耶稣基督的赎罪 带入我们的生活 就会尽快地 从罪的后遗症中 痊愈 罗书纳尔逊会长 向我们发出这项邀请 如果你现在已经离开了 这条道路 我要邀请你回来 不管你有什么疑虑 什么挑战 你在主的教会中 有一席之地 你现在采取行动 回到圣约的道路上 你及尚未出生的 世世代代都会因此蒙福 灵魂的医治 要求我们服从 救主所设定的条件 我们绝不可拖延 我们今日就要去行动 现在就行动 不要让灵性的瘫痪 阻碍你永恒的进步 在我讲话的时候 如果你感觉 有需要去求得 某个你成错代的人的谅解 我邀请你采取行动 告诉他们你所做的事 祈求他们的宽恕 如果你犯的罪 影响到你的圣殿配衬之格 我邀请你去与主教商议 就在今天 切勿拖延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是我们慈爱天父 祂已将所有的能力和知识 赐给了祂的爱子 即耶稣基督 因为祂 全人类疾病有一天 终将被治愈 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 如果我们选择悔改 将心完全地转向救主 祂就会在灵性上 医治我们 我们会立刻痊愈 就看我们如何选择 我们能被治愈吗 我见证 耶稣基督付了重价 好让我们可以痊愈 然而我们必须选择 祂提供给我们治病良药 今天就服下这良药 切勿拖延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 荣归真神 现唱之后 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 定儿主的戴尔瑞荣长老演讲 接着是七十元 杰克吉拉尔长老演讲 然后是十二使徒 定儿主的盖瑞史蒂文森长老 对我们演讲 这是耶稣基督 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 下半年总会大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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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玛丽包平 这个在欢乐满人间里的虚构人物 是典型的英国保姆 只不过她是有魔法的 东风把她催进了伦敦爱德华区 因数项17号来帮助麻烦不断的班克斯家庭 负责照顾珍和迈克这两个小孩 她的坚定态度一开始就用令人着迷的方式 教导他们明白重要的道理 尽管珍与迈克进步神述 但玛丽认为是她该离开的时候了 剧中玛丽有个打扫烟囱的朋友叫伯特 她试图说服他们不要走 吵着说 玛丽 他们都可是好孩子啊 玛丽回答说 如果他们不是好孩子 我还会费心教导他们吗 不过他们不受教 我就没办法了 再也没有比什么都知道 的小孩更难教了 伯特说 所以呢 玛丽回答说 所以下一步就得靠他们自己了 弟兄姐妹们 我们就像珍和迈克一样 都是值得费心的好孩子 天父希望帮助并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让他这么做 有时候甚至表现得好像自己知道所有事情一样 因此我们的下一步也得靠自己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从前身天上的家庭来到世上 这一步和做选择太有关联了 天父的教养目标并不是要他的儿女做对的事 而是要他们选择做对的事情 最后变得像他一样 他如果只需要我们服从 大可以立即地奖赏或惩罚来影响我们的行为 但是神无意将他的儿女驯服成 在高龙国度客厅中不会咬烂拖鞋的宠物 他不想这么做 他要他的儿女在灵性上成长 和他一起从事家庭事业 神制定了一个计划 让我们能成为他国度中的继承人 这条圣约道路引领我们成为像他一样 过着像他那样的生活 在他面前永远与家人同住 个人的选择在过去 现在都对这个计划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计划中学习到很多有关前身的事 我们接受了这个计划选择来到世上 为了让我们能确实运用信心 学会正确使用选择权 有一道遗忘之墓 遮盖了我们的心智 让我们不记得神的计划 没有那道帷幕 神的目的就无法达成 因为我们不会进步 无法成为他所期望的可靠继承人 像这里还说 因此主神让人自己采取行动 然而人若不受到两者之一的吸引 就无法自己采取行动 基本上 父的长子耶稣基督 提出了一个选项 而那想要摧毁选择权 和夺取权力的撒旦及路西佛 则提出了另一个选项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忠宝 也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做了赎罪的牺牲后 升天 向父要求他对人类儿女 慈悲的权利 他有了慈悲的权利后 便为人类儿女辩护 基督为我们向父辩护 并不是要与神的计划作对 耶稣基督让自己的旨意 吞没于父的旨意中 一心只想完成天父的心愿 别无他求 天父肯定会为我们的成功喝彩 而鼓掌 在某个程度上 基督的辩护至少提醒我们 记得他已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 并且记得没有人会被排挙在神的慈悲之外 那些相信基督的人 悔改、受洗并持守到底 是我们得与神和谐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获得救主的宽恕 医治及辩护 他是我们的帮手、测试、代求者 证明必担保我们能与神和谐 路西佛恰恰相反 他控告人又指责人 启示者约翰谈到路西佛的穷途末路时说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能力、救恩、国度 并祂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为什么?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他 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路西佛就是这个控告人 他在前身反对我们 到了今生还持续抨击我们 一心只想拖我们下水 他要我们受无尽灾祸的煎熬 他就是说我们不够资格 说我们不够好 又说过错是无法弥补的那个人 他就是那个恶霸 那个在我们落难时还踢我们一脚的人 路西佛如果再教一个小孩走路 小孩跌倒了 他会对那小孩 又吼又叫 处罚他 叫他停止尝试 路西佛的做法使人沮丧 和绝望 死终如痴 这位谎言之父 就是一切谬误的提供者 狡猾地欺骗我们 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 基督如果再教导 一个小孩走路 小孩跌倒了 他会扶那小孩起来 鼓励他再接再厉 基督就是那帮手与测试 他带来喜悦与希望 始终如此 神的计划中包含了给我们的指示 也就是在经文中提到的诫命 这些诫命既不是为了要训练我们服从 而产生的古怪想法 也不是随心所欲的硬性规定 而是与我们发展的神性特质 回到我们的天父身边 以及获得永恒喜悦息息相关 服从诫命不是盲从 我们有意地选择跟随神 选择他那条回家的路 给我们的这个模式和给亚当和夏娃是一样的 那时候 神让他们知道救赎计划后 就赐给他们诫命 神虽然要我们走在圣约道路上 但祂赐给我们选择的尊严 神的确希望 期待并指引祂的每个儿女都为自己做选择 祂不会强迫我们 祂赐给祂儿女选择权 容许他们自己采取行动 而不受支配 选择权让我们选择要不要走在这条路上 也让我们决定要不要离开这条路 就像我们不能被迫服从 我们也不能被迫不服从 在我们不合作的情况下 没有人能把我们带离那条路 不要把这种情况与我们选择权被侵犯的情况搞混了 选择权被侵犯的人 他们并没有原理主的道 他们是受害者 会获得神的体谅、关爱与怜悯 我们要是离开了这条路 神会很伤心 因为祂知道 这终将无可避免剥夺我们的幸福 和丧失我们的祝福 在经文中 把离开这条路视为罪 把剥夺幸福与丧失祝福的结果 叫做惩罚 就这个意义来说 神并没有惩罚我们 这惩罚不是祂选择的 而是我们选择的后果 我们一旦发现自己离开这条路 可以远离 或者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 而选择掉转脚步 重新来过 经文中把决定改变和重回这条路的过程 称作悔改 不悔改意味着我们选择丧失 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的资格 我们如果不愿意享受我们本来可以获得的 就会回到我们自己的地方 神有我们愿意接受 那是我们的选择 而不是神的选择 我们不论离开这条路多久 不论迷途了多久 从决定改变那一刻起 神就会帮助我们回来 从神的角度来看 透过真诚的悔改 凭着对基督坚定不移的信念 努力前进 一旦回到这条路上 我们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救主为我们的罪 偿付代价 使幸福与祝福 不会离开我们 经文中把这称作宽恕 受洗或 所有的成员都会不小心偏离这条路 但有些人是纯心离开 因此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悔改 接受祂的帮助和得到宽恕 这些事情都不是做一次就可以的 是这辈子要一再反复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持守到底的方式 我们必须选择我们要侍奉的对象 我们永恒幸福的绵长 有赖于选择跟从活神 和祂一起重拾祂的事工 我们努力靠自己走下一步时 要练习正确的应用选择权 成如两位前总会辞助会会长所说的 不要像小娃儿一样 一直要人赞赏和纠正 谁让我们变得成熟 和管理自己的成人 选择跟从天父的计划 是我们能在他国度中成为继承人的唯一方法 唯有如此,他才能相信我们不会要求任何违反他旨意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 再也没有比什么都知道小孩更难教的 我们必须愿意接受主 及他仆人按主的方式来瞧照 我们可以相信自己是天上父母所钟爱的儿女 值得费心 还有知道靠自己绝对不是只孤单一人的意思 我跟雅各一样说 所以你们当满心欢喜 记住你们有自己采取行动的自由 选择永恒死亡的道路或永恒生命的道路 因此我心爱的弟兄姐妹们 要与神的旨意和谐 而不是与魔鬼及肉体的意思和谐 也要记住 你们与神和谐后 唯有靠着并经由神的恩典 你们才能得救 因此选择对基督有信心 悔改,受洗,接受圣灵 选择认真地领受圣参 并且配衬的 在圣殿立约 选择侍奉活着的神和他儿女 我们能选择决定我们 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我用雅各最后留下的祝福 结束我的演讲 因此愿神 借赎罪的大能 使你们从死亡 永恒死亡中复生 使你们能进入神永恒的国度 奉言出基督的名 阿们 几年前 正当我准备出差时 我的胸口开始感到疼痛 我的妻子因担忧而决定陪我一起旅行 在我们的第一班飞机上 那疼痛加剧到令我难以呼吸的程度 降落后 我们出了机场前往当地医院 经过许多测试后 主治医师宣布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旅程 于是我们回到了机场 于是我们回到了机场搭上了前往最终墓地的班机 在我们降落时 飞机上的机师透过广播 请我举手让空服人知道我的位置 空服人上前来告诉我 他们刚接到一通紧急电话 有一辆救护车正在机场等着接我们去医院 飞机降落后 我们搭上救护车赶往当地急诊室 在那里 我们见到两位交集的医生 他们解释说 我先前被误诊了 实际上我罹患了严重的肺栓塞 也就是肺里有血块 必须立即进行医疗处置 然后他们告诉我们 许多病患无法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 他们知道我们离家很远 且不确定我们是否为这种改变生命的重大事件做好了准备 医生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生命中有任何事情要考虑 现在就是时候了 我清楚记得 几乎就在那交集的当下 我的观点整个改变了 几分钟前 似乎很重要的是 现在却不那么重要了 我的心思很快地从今生的富足和其他的忧虑 转移到永恒的眼光上 我想到 我的家庭 儿女 妻子 最后是我对于自己人生的评估 我们家庭和个人表现得如何呢 我们的生活是否符合我们所立的圣约和主的期许呢 还是我们也许在无意中 让世俗的忧虑分散了我们对于那些最重要的事情的注意力 我想邀请你们思考一项从我的经验中学习到的课程 放下世俗的事物并评估你的生活 或是按照医生的说法 如果你的生命中有任何事情需要考虑 现在就是时候了 我们身在一个资讯超载的世界 让我们分析的事物不断增加 也支配着这个世界 使我们越来越难厘清今生 并专注在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 我们的日常生活被极具吸引力的头条轰炸 被快速改变的科技瓜分 除非我们花时间去反思 否则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 这快节奏的环境对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所做的选择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生活被网络爆红事物 影片和醒目标题中大量信息所充满 尽管它们又有趣又好玩 但大部分与我们的永恒进步并没有关系 而且会塑造我们看待城市经验的方式 这些令人分心的世俗事物 就如同离海梦中出现的那些一样 当我们在圣约的道路上紧握着铁杆前进时 我们会听见和看见那些站在巨大广角上 一副嘲弄的模样用手指着我们的人 我们也许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但有时我们还是会停下来转移我们的目光 看看那些骚动究竟都是些什么 有些人甚至会放开铁杆 为了看得更清楚而凑上前去 其他人则可能完全偏离 因为那些人正在嘲笑他们 救主告诫我们 要谨慎 恐怕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现代骑士也提醒我们 被召唤的人多 但蒙拣选得少 他们为蒙拣选 因为他们的心注重这个世界的事物 切望世人的荣誉 评估我们的生活 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放下世俗的事物 反思我们站在圣约道路上的何处 然后若有必要的话 做出调整 以确保我们紧握且感 凝视前方 最近一场青年青少年祈祷会中 罗书纳尔逊会长 邀请青少年 停用社群媒体七天 远离俗世 接着他请他们去注意他们的感受 想法 甚至思考方式上哪些不同 他也给了姐妹 在昨晚的词诸会大会上 一样的邀请 然后 他邀请他们与主 做一次彻底的生活评估 以确保你坚定地扎根在圣约的道路上 他鼓励他们 如果在他们的生活中 有任何事需要改变 今天就是改变的最佳时机 在评估我们生活中 需要做的改变时 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实际的问题 我们如何超越这个世界的干扰 并固守着我们眼前的永恒愿景呢 在2007年一篇 题为 好 更好 最好的总会大会演讲中 达尔林·乌克斯会长教导 如何在我们众多互相冲突的士族要求中 列出优先顺势 他建议 我们需要放弃一些好的事情 来做其他更好或最好的选择 如此 便能培养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并且巩固我们的家庭 容我建议 今生中最美好的事物 都是以耶稣基督 以及永恒真理为中心 这些真理包含了他是谁 以及我们在他的关系中是谁 当我们寻求认识救主时 我们不应忽视以下的基本真理 也就是我们是谁 以及我们为何来到这里 埃尔林·乌克提醒我们 今生是为迎见神而做准备的时候 是让我们为永恒做准备的日子 正如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提醒我们 那名言说 我们不是正经历灵性经验的属世之人 而是正经历人性体验的属灵之人 了解我们的神圣奇缘 对于我们的永恒进步至关重要 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摆脱 今生令人分心的事物 救主教导 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自由 约瑟 F. Smith 会长宣告 人类今生所能达成的最大成就 就是让自己彻底而完全地熟悉神圣真理 好使世上再无其他人的榜样或行为 使我们背离所获得的知识 在今生的世界中 关于真理的争论 已经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 每一方都自称是真理 好像这是一个开放个人解释的相对概念 年轻的约瑟 F. Smith 发现 生活中的混乱和争吵如此严重 对于谁是谁非 不可能有定论 他就是在这场 言语的论战和意见的纷乱中 透过寻求真理 找寻神圣指引 在四月的总会大会中 纳尔逊会长教导 如果我们还希望筛选无数的声音 和攻击真理的世人哲学 就必须学习接受启示 我们必须学会依靠那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的真理之灵 当这个世界迅速走向扭曲的虚假现实时 我们必须记住雅各的话 灵只讲真理 绝不说谎 所以灵讲的是 事情现在的真相 与事情未来的真相 因此为了我们灵魂的救恩 这些事已经明白地向我们显示 要放下俗世的失误 并评估我们的生活 现在就是我们考虑 需要做出哪些改变的时候 我们可以怀有光明的希望 直到我们的榜样 耶稣基督 以再次领路 在他死亡和复活之前 他致力帮助周围的人了解他的神圣角色 并提醒他们 你们 在我里面 有平安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为他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最近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告诉我 当他还是个刚受洗 加入教会的年轻人时 有一次突然感觉到 不知为何无法融入他自己的智慧 当初教导他的传教士 那时搬走了 让他觉得自己很孤单 在智慧中没有朋友 他只好去找他从前的朋友 并加入他们 做了一些远离教会的事 忙到让他开始远离了羊群 他眼眶泛红地告诉我 他多么感激 那个时候 有位成员向他伸出了施助之手 用关怀且友善的方式 邀请他回到了教会 几个月之后 他重回了羊群的保护 并开始巩固自己和其他人 我们非常感谢那位在巴西的牧羊人 去找回了这位年轻人 也就是现在坐在我身后 身为七十元会长团的议员的 加入格朵一长老 像这样微小的举动 竟能带来永恒的影响 而这项真理正是本教会 施助事工的核心 天父让我们每天简单的善举 转化为奇迹 距今不过六个月前 罗素纳尔训会长才刚宣布 主针对我们照顾彼此的方式 做了重要的调整 并说明 我们会实施一种更新 更神圣的做法 来照顾和施助他人 我们简单扼要地称为施助 纳尔训会长也说明了 主真实而活着的教会的一项特点 就是他永远会以由组织 按照指导的方式 去施助神的每个孩子 和他们的家庭 因为这是他的教会 所以身为他的仆人 我们会像他那样去施助个人 我们会奉他的名 以他的能力和权柄 并怀着他的爱心仁慈 去施助 自从宣布以来 各位的响应 真的非常地热烈 我们收到了许多报告 指出在我们活着的先知的带领之下 几乎在世界每个支联会 实行这些改变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比方说 弟兄施助者和姐妹施助者 受到指派去拜访家庭 组织了包括男女青年在内的同伴团 并且进行了施助面谈 我不认为六个月前宣布施助 跟昨天所宣布在家中 及教会的福音教导的 心平衡的启示 是个巧合 从一月起 当我们在教堂崇拜的时间 少了一个小时 我们在施助中的学习 会帮助我们以更神圣的家庭中心 安息日经验 重新平衡那一段时间 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家庭 和我们所爱的人一起 有了这些组织架构之后 我们可能会问 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 有没有用主的方法施助呢 我们是否按照这位 好牧人的方法去协助他呢 在最近一次和 亨利爱宁会长的讨论中 他赞许圣徒 努力适应这些明显的改变 但也表达了他诚挚的盼望 让教会成员都能了解施助 并且不只是待人和善 这并不是说待人和善并不重要 但真正了解施助精神的人 就会明白施助远远不只是待人和善 若用主的方法去做 施助将会有深远的影响 足以影响全永恒 就像格朵义长老所受到的影响 救主以身作者 用爱来服务 彰显了施助的精神 他教导他周遭的人 为他们祈祷 安慰他们 祝福他们 邀请所有的人跟随他 教会成员在用更崇高 也更圣洁的方式施助时 也要透过祈祷努力 像他那样服务 看顾教会成员 和他们在一起 兼顾他们 探访每位成员的家 并且帮助每个人 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 接续着高登姐妹 这个早上所说的 真正的牧羊人 爱他的羊群 知道每一只的名字 个别关心他们 我有一位多年之交 他经营着牧场 在崎岖不平的洛基山脉 辛苦地养育着牛和羊 他有一次分享了 照顾羊有关的挑战和危险 他说 每一年的初春 广阔山脉上的积雪 大都融化了之后 他就会把家里 那约两千头的羊 放牧到山里度过夏天 他会在那里看顾羊群 一直到秋天的末了 并在那时候 从夏季牧场 转移到沙漠中的冬季牧场 他说 照顾一大群羊 有多么的困难 需要日以继夜的工作 在大太阳出来以前 就要起床 并工作一直到天黑 光靠他一个人 是不可能做到的 还有其他的人 会帮忙看顾羊群 其中有经验丰富的 牧场工人 也有年轻的工人 从旁协助 这些年轻人 从他们同伴的身上 学到了许多的智慧 他还得依赖两匹老马 两匹在训练中的小公马 两匹老牧羊犬 和两三只小牧羊犬 我的朋友和他的羊 整个夏天都得面对 狂风暴雨疾病 伤痛 干旱和其他困难 有几年 他们的夏天都得运水过来 好让羊群得以存活 然后到了每年的秋末 寒冬将至之时 他们就会把羊群 从山里带回来点算 但通常会有 两百头以上的羊失踪 每一年的初春 放牧到山里的两千头羊 就剩下不到了一千八百头了 大部分失踪的羊 都不是病死或老死的 而是受到像山狮或土狼 等猎食动物的扑杀而死 这些猎食动物捕捉到的 往往都是那些远离羊群保护的羊 他们离开了牧羊人的安全范围 请各位用属灵的角度来想一想 我刚才所描述的情况 牧羊人指的是谁 羊群指的是谁 协助牧羊人的人又是谁 主耶稣基督曾亲自说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并且我喂羊舍命 先知尼腓也曾同样教导 耶稣必喂养他的羊 他的羊必在他那里找到牧草 明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让我找到持久的平安 他认识并看顾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狂风暴雨 疾病 伤痛和干旱时 我们的主 也就是我们的牧羊人 将会施住我们 他会治愈我们的灵魂 就像我朋友在年轻和年迈的牧场工人 马匹和牧羊犬的协助之下 照顾他的羊那样 主也要求我们在照顾他羊群里的羊 这项充满挑战的工作里 提供协助 身为天父子的儿女 也身为他羊群中的羊 我们都能蒙福享有那耶稣基督 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施住 同时 我们也有责任要施住身边的人 就如同我们自己是牧羊人那样 我们谨记主的话语来 侍奉我 奉我的名出去 并且聚集我的羊 谁是牧羊人呢 在神国度中的每个男人 女儿和小孩都是牧羊人 不需要任何的召唤 从我们进入洗礼之水的那一刻起 我们便受到指派要来从事这项事工 我们用爱向他人伸出援手 因为我们的救主如此命令我们 阿尔玛强调 有很多的羊不加以看顾 以防止野狼来吞食羊群的 算什么牧羊人呢 他不会把他赶走吗 每当我们的灵魂在属世或属灵方面遭遇苦痛 我们就赶往协助 我们承担彼此的重担 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我们与哀者同哀 我们安慰需要安慰的人 主充满慈爱的希望 我们怎么做 然后总有一天 他会要我们为施助他的羊群所付出的关心程度而负责 我那位牧羊人朋友还分享了另一个在牧场上看顾羊群的重点 他描述说 那些迷失的羊特别容易受到猎食动物的攻击 事实上 他和他的团队要用多达15%的时间 去寻找那些迷失的羊 在迷失的羊走得太远以前 越早找到他们 就越能减少他们所受到的伤害 要找回迷失的羊 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纪律 好几年前 我在地方报纸上找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我把它留了下来 头版的标题写道 坚定的狗 不放弃迷失的羊 这篇文章中描述到 有一小群属于我朋友家附近另一个牧场的羊 不知为何被遗留在了他们的夏季牧场 两三个月之后 他们因为下雪而受困在山里 这些羊被留在那里的时候 牧羊犬也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他的责任就是要看顾并且保护那些羊 他不停止看顾那些羊 他留在那里连续好几个月 在寒冷下雪的气候中绕着羊群巡逻 保护羊群免于土狼、山狮和其他可能伤害羊群的烈食动物的侵袭 他留在那儿 直到他能带领这群羊回到牧羊人和羊群所在的安全地带 这篇文章前夜中的照片 可以让我们从这只狗的眼神和态度之中 看到何谓骨气 在新约当中 我们找到一只救主给我们的比喻及教导 更深入地谈到我们身为姐妹失助者 弟兄失助者 身为迷失的羊的牧羊人所肩负的责任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后 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 回到家里 就请左邻右舍来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重欢喜吧 我们若把这个比喻所教导的课程 做个总结 就会发现这项宝贵的中故 第一 我们必须要找出迷失的羊 第二 我们要寻找他们直到找着为止 第三 找到他们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把他们扛在肩上带回家 最后 回家的时候 我们要让他们身边有许多的朋友 弟兄姐妹们 我们最大的挑战及最大的赏赐 都可能在我们失助迷失的羊的时候来到 摩尔门经中的教会成员看顾了他们的人民 并以正义的事来滋养他们 我们若想跟随他们的榜样 就要记得 施主是要靠圣灵来引导的 是可灵活变通的 而且是按照每位成员的需要而量身打造的 我们也必须要记得 帮助成员个人及家庭为下一个教仪做准备 帮助他们遵守他们的圣约 并达到自立 每个灵魂对天父来说都是宝贵的 他对每个人所提出去施主的邀请 对他而言极有价值 也极为重要 因为这是他的事工和他的荣耀 这确实是永恒的事工 他为每一位儿女在他眼里 都有无可限量的潜力 他用一种你无法理解的爱来爱你 就如同那只极有爱心的牧羊犬一样 主会留在山上保护你渡过狂风 暴雨 大雪 和其他的危险 纳尔逊会长在上次大会教导我们 我们给这世界 请容我天家 以及我们的施主羊群的信息 诚挚又简单 我们邀请神在曼子两边的所有儿女 都来归向他们的救助 接受神圣圣典的祝福 获得持久的喜乐 并有资格得享永生 愿我们用先知的目光向前看 好让我们能带领灵魂前往圣殿 并最终归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不指望我们去行奇迹 他只要求我们能带领 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们归向他 因为他拥有救赎灵魂的大能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将会确实获得以下这项应许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败的荣耀冠冕 我为此做见证 并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和救赎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在大会结束之际 我们要向所有辛苦筹备 这次大会的人员 表达由衷的谢意 也感谢演讲者 和提供鼓舞人心音乐的人员们 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 是我们敬爱的先知 罗素纳逊会长 之后 唱诗班将现场 我们向您祈祷 结束本场大会 接着由七十元 戴西安长老做闭会祈祷 结束本次大会 接着大会将休会六个月 这是一次启发人心 和具历史意义的大会 我们怀着热忱展望未来 我们受到鼓舞 要做得更好 和变得更好 总会持有权柄人员 和总会职员从这讲台上 所发表的美好信息 以及大会音乐都卓越非凡 我要劝勉各位 从本周开始 研读这些信息 他们表达的主今日 对他的人民的心意和旨意 新的整合课程 是以家庭为中心 由教会从旁辅助 只要每个家庭自动自发 且仔细地加以遵循 来使自己的家 转变成信心的圣所 这个课程有潜力 释放家庭的力量 我应许 只要你们勤奋努力 改造自己的家 成为福音学习中心 经过一段时间 你们的安息日 会成为可喜乐的 你们的孩子会对学习 和奉行救主的教导 感到兴奋 敌对者在你们的生活 和家中的影响力 也会减弱 你们的家庭 会有明显和持续的改变 在这次大会中 我们有更坚定的决心 要做必要的努力 在每次提到他的教会时 都荣耀主耶稣基督 我应许各位 我们谨慎注意 使用正确的名称 来称呼救主的教会 和这教会的成员 会带来更大的信心 并为他教会的成员 带来更大的灵性力量 现在我们要谈谈圣殿这个主题 我们知道 我们在圣殿内的期间 对于我们和家人的救恩及超生 是极为重要的 在我们接受自己的圣殿教义 和神立下神圣圣约后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获得 唯有主的殿能够提供的 持续不断的灵性巩固和教导 我们的祖先 也需要我们担任他们的代理人 想想看 神的极大慈悲和公平 祂在世界殿基前就提供的方法 让没有认识福音就死去的人 能得到圣殿祝福 这些神圣的圣殿仪式 是自古就有的 对我而言 其年代久远令人感动 也是证明其真实性的另一项证据 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 撒旦的攻击 在强度和方式上 都不断在倍增 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定期去圣殿 我恳请各位 透过祈祷 检视自己运用时间的情形 要投资时间在你的未来 和你家庭的未来 如果对你而言 圣殿是在合理的距离内 我鼓励你 要找出方法 定期与主约会 就在祂的神殿神圣屋语里 然后快乐的确实去赴约 我应许各位 当你做出牺牲 在祂的圣殿内服务和崇拜时 主会带来他 知道你所需要的奇迹 目前 我们有159座奉献的圣殿 提供适当的照顾 及保养这些圣殿 对我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随着时光消逝 所有的圣殿 无可避免的必须重新装修并整理 也就是说 重新整理 及符合现代化的计划 已经开始 为阎湖城圣殿和先驱者时期的圣殿 积极的拧定中 这些计划的详细内容 将会在开始发展后 与大家分享 今天我们很高兴宣布 教会计划再新建12座圣殿 这些圣殿 将在下列地点兴建 阿根廷 门多萨 巴西 撒尔瓦多 加州 尤巴市 柬埔寨 金边 开普敦 普拉亚 关岛 伊哥 墨西哥 普埃布拉 新纽西兰 奥克兰 奈吉利亚 拉各斯 菲律宾 达沃市 波多黎各 圣胡安 犹他州 华盛顿 郡 犹他州 华盛顿 郡 省建 和维护圣殿 也许是 不会改变你的生命 但你在圣殿内的时间 肯定会 对于很久没去圣殿的人 我鼓励你们要尽快准备好回去圣殿 然后我要邀请各位在圣殿崇拜 和祈祷去深刻感受救主对你无限的爱 好让你们每个人都能获得自己的见证 直到他能继续指导这项神圣且千古不变的事工 弟兄姐妹们 我感谢你们的信心支持和努力 我留下我的爱和祝福给你们 祝福你们可以保详主的话 并在个人生活中应用祂的教导 我向各位保证 其事一直存在于教会中 而且会继续来到 直到成就神的目的 伟大的耶和华宣告 事工已完成 我祝福各位对祂和祂的神圣事工 有加征的信心 并且有信心和耐心 忍受你在生活中的个人挑战 我祝福各位能成为 足为表率的后期圣徒 我这样祝福各位并见证神活者 耶稣是基督 这是祂的教会 我们是祂的人民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祂的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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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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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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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美好的有启发的大会的这个周末 我们感谢你天父 让我们有活着的先知 纳尔逊罗苏会长还有其他十四位我们支持为先知先见启示者的人 我们祈求你祈求祢祝福他们 让他们健康安全的为您服务来完成你的事工 我们真心地感谢我们真心地感谢这些启示 启发还有带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祢求祢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都拿回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可以明智有智慧地去寻找 有你而来的确证 更多的个人启示 让我们了解 知道这些事情怎么样可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真心地感谢那些宣布要建造的新圣殿 感谢这些从大地四方所聚集的您的孩子 谢谢你天父 谢谢你的慷慨 让我们可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叹及你的子女 我们祈求祢祝福所有要离开的人有安全 并且让我们的心可以不停地被祢的灵充满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愿景了解 我们可以成为祢眼中的样子 让我们可以有更深的归信 让我们对祢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见证更加坚强 让我们可以记住祢的仆人 罗素贝勒会长 还有我们的领袖 祈求祝福他 祈求祢安慰他和他的家庭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 在贝勒姐妹被召唤去曼子林一边的这个时刻 天父我们爱祢 我们说这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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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转播 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笔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 音乐由圣殿广场的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 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或齐做其他用途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